年輕中表演 但是栽培出來的人才真的是很不錯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現任的中正國中的校長 就是我們童安村的三千人林錦翔林校長 他是我們童安的人 所以他覺得我們童安國小這邊的教育 就是讓他一路上再慢慢當上校長就出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也非常感謝葉校長 他在校內的辦學以及校外爭取資源方面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所以每一次我一定要來參加這個畢業典禮 也非常感謝他 他把童安國小的學生都栽培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的管業隊基本的成員通通有人 我不用擔心這個基本的成員 我們成員今年 我們要招收的學生是二十五位 所以你報名要快一點 今年已經 今天拿到去各校宣導的時候 已經有人向我們的主任說 拿到畢業證書就說 主任我們要報名樂隊 因為現在管樂隊 十二年國教 就是我們南州鄉最幸福的時刻要來贏 十二年國教 我們的管樂隊 我們管樂隊在這幾年的比賽 全國賽都是優難 加分 十二年國教一次是加五分 假如你到其他學校去 可能你沒有這個樂隊可以參加 你要參加的是那種音樂班 音樂班那種要得到優等的可貴 這是校長跟大家講的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 因為這一個樂隊是我們蓮花科董事長蔡雲介先生 他所捐贈的 一人捐贈五十萬 所以你們來學樂隊的話 不用繳學位 不用買樂器 你可能要買什麼來買 吹嘴 因為吹嘴是你在吹的 所以要一點點的花費 這個是全屏東縣最幸福的鄉鎮 我們縣長在推動這個幸福屏東 我覺得我們這個幸福南州真的是不為過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這一個觀念 因為我們家兩個 也現在不太知道十二年國家的一個情景 總之會感謝你 非常感謝 把學生真的在乎 也歡迎所有的同學 畢業之後 都能夠來救護南州國中 最後祝所有的 愉快的貴賓 身體健康 事業順利 然後繼續大選 繼續來我們 張強塔的舞步 謝謝各位嘉賓 請來謝謝你 謝謝 謝謝各位嘉賓 謝謝大家